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的乔本桓奈随便拍个短片就能出圈 开个窗户都能轻轻松松地惊艳全世界 所以在毫无形象可言的神乐曝光之后 乔本桓奈也成为了最不要脸的女明星 对此这个99年出生的小姑娘只淡定地说 不用断着架子演戏的感觉很爽 不仅如此乔本桓奈又接连拍了几部演艺大作 她在《我是大哥大》中的一段表演 更是直接吓哭无数的小孩 众人只知乔本桓奈自毁形象 殊不知这是她在自秀 终极目的就是为了摆脱花瓶的称号 乔本桓奈出生在一个幸福的五口之家 除去父母以外 她还有一位大七岁的哥哥 以及一个双胞胎哥哥 由于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又是唯一的女孩 所以乔本桓奈从小就在众星捧月之中长大 后来提出自己想当明星时 妈妈二话不说就带着她去报名 其实最开始的乔本妈妈 并没有觉得女儿能在演艺圈成大事 但她没想到的是 自家古灵精怪的小宝贝 会成为日本顶流美少女 2013年 14岁的乔本桓奈正跟着组合一起表演 没想到台下的一位摄影师一眼就注意到了她 于是摄影师将这一幕记录了下来 事后还把乔本桓奈的跳舞视频上传网络 并刺明千年一遇美少女 使得当时还极其无名的乔本桓奈一夜暴风 从这以后 她就开始频繁地现身于杂志封面和电视节目 甚至还接到了不少导演的邀约 但无一例外全部都是美少女角色 虽说乔本桓奈的人气因此进一步提升 但她也被打上了花瓶的标签 靠脸吃饭从来都不是乔本桓奈想要的 于是她大胆地卖出了舒适圈 用银魂和我是大哥大证明 美貌只是她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 男朋友一情别恋怎么办 日本千年一遇的美少女乔本桓奈这样说 嗯 切掉吧 但从这句勇猛的发言就不难看出 表面娇小可爱的乔本桓奈 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女同学 和其他美少女不一样 乔本桓奈对包包首饰下午茶统统不感兴趣 反倒年纪轻轻就被啤酒迷得神魂颠倒 恨不得早上起床时都要小桌一杯 为此她苦不堪言的经纪人还曾当众揭短 表示这个外人眼中的言霸少女 内心藏着一个周年大叔 不过重温旧式的乔本桓奈也没有半点不好意思 而是肉身可见的兴奋 甚至还不忘回味德国啤酒的美味 虽说小桌一杯无伤大压 但听到乔本桓奈说自己一喝就是好脊扎实 厂商的其他人也忍不住多嘴问几句 什么时候才会让肝脏放假 只见乔本桓奈又来了一出神仙发言 我喝个两杯左右就算是让肝休息了 他表示他没有一天不喝酒 乔本桓奈又有什么错呢 他只不过是一个爱喝啤酒的小可爱罢了 虽说不少美食节目因此向他抛出了品酒的橄榄枝 但这个独特的爱好还是让乔本桓奈陷入了飞影 因为喝酒不许上身还容易发胖 所以身为啤酒狂热爱好者的乔本桓奈 也走上了身体日渐膨胀的道路 酒连送给爸爸的生日礼物都是一个专门装啤酒的器皿 除此之外乔本桓奈还有一项技能 那就是熬夜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 乔本桓奈有段时间疯狂地爱上了打麻将 经常邀请朋友们一起麻将配啤酒 一玩就是一晚上 就算工作非常忙的时候 也不能和朋友一起玩 他也会整天地抱着手机 在麻将APP上玩 以上这些生活习惯 让22岁的乔本桓奈身材越来越臃肿 以至于被网友吐槽 是崩坏了的青年美少女 乔本桓奈的脸本身软组织就比较丰富 加上发福 脸变得又宽又大 虽然如今瘦了一些 由于皮肤已经被撑松 加上她的面中部骨骼比较平 挂不住肉 所以仅仅22岁 也已经出现了松垮的现象 乔本桓奈的眉精髓 就在于她的眼睛 当眼睛的颠纷状态不在 颜值自然大大折扣 对于乔本桓奈的颜值崩坏 总的来说 主要是因为生活不自律造成的 乔本桓奈的颜值 咔咔觉得有些可惜 但咔咔又有些能理解她 毕竟她的性格 并不像屏幕上那样乖巧甜美 而是有些大大咧咧 除此之外 美食美酒 熬夜麻将 追剧的及时快乐感 实在太强了 很难抵抗 乔本桓奈不仅不在乎 自己的身材管理 还疑似 与57岁的日本富商 秘密恋爱 据悉 这位富商 经营日本最大的影音平台 UNEXT 身价1000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62亿 乔本桓奈被发现多次和57岁的富商 深夜在酒馆喝酒 官方针对两人是酒友还是恋爱 并未作出回应 据悉 两人相识是因为乔本桓奈 做过该公司的品牌代言人 还一起出席过品牌宣传活动 不过 乔本桓奈喜欢喝酒 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 私下两人一起去酒馆喝酒 对于女偶像来说 的确不妥 在2019年的时候 她的小肚子还曾经被推上过热搜 有人希望她能够停下来 好好地调整身体状态 但也有人希望这位顶流 持续营业 以巩固自己在演艺圈的体位 但更多的声音是嘲笑她 千年一遇的美少女 以偿历史 美少年长出大肚男 大家可以一笑了之 凭什么美少女变丰满 就要惨遭外貌羞辱 2017年 日本著名美少女选手 乔本桓奈 为了演好银魂中的吃火神乐一绝 特地增肥了几十斤 从少女慢主角 变成了狂野如操汗的模样 只是 乔本桓奈根本没能想到 膨胀容易回复男 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 她都没能回到 颜值巅峰时期的体重 然而 祸不担心 瘦身失败的她 不仅要克服身材焦虑 还要面对外界的恶评 无少人认为 乔本桓奈 本就是靠颜值出圈的美少女 长期维持外在的美丽 是她的责任和义务 但这些人看不到的是 乔本桓奈 为了打破颜值取胜的标签 所做的努力 她增肥 出演爱挖鼻孔的神乐 带着扭曲的表情 现身我是大哥的 乔本桓奈 一直都在挑战自己 而从她的这些决定中 也不难看出 乔本桓奈要的 并不是千年一遇的美少女名号 比起颜值 她更看重 外界对自己 业务能力的评价 此前的受奈 美则没仪 但只要提到她 大家能想起来的 只有脸蛋 但后来的丰满奈美 一出手就是两步出圈大作 而这也是艺人 真正能够被搬上台面的谈资 乔本桓奈自小就对歌唱 颇有天赋 声音又慈性 从小就是一个 非常受欢迎的人 现在的她 舞蹈 演戏 样样在好 独具魅力 一直十分活跃于 日本娱乐圈的一线 乔本桓奈在2009年 乔本桓奈 以童心的身份 加入了偶像团体 2011年 乔本桓奈出演电影《奇迹》 2014年 参与拍摄日剧 《水求不良青年们》 2015年 出演校园喜剧电影《暗杀教室》 2016年 主演的电影《水手服》与机关枪 2017年 主演青春推理小说 《春夏 事件部》 系列的真人电影版 2018年 其出演的 《游归丽河野》主演的 复仇剧《Final Cut》 2019年 与山枭花 《星田真剑佑》等 共同主演的推理悬疑片《十二个想死的孩子》 2020年 他主演的R15电影 《Signal 100》上映 在片中 饰演以超强的行动力和坚强的心 为解决事件奔走的主人公 坚遵连爱 2021年 主演的悬疑剧《影响》 2022年 主演漫改真人电影 《少女杀手》 《特级变》 在看《乔本还奈》的作品的时候 我开始对日本的美食充满期待 因为我是个吃货 我从大学开始学习日语 现在可以进行日语的交流 今年在这个假期 我决定去日本旅游 真是那句话 樊山越岭只为吃 在日本 国内去看了 《乔本还奈》作品的拍摄地 吃了作品中出现的美食 今日 请问《乔本还奈》 又要拍漫改了 有记得上次刷到他的消息 还是被吐槽 骨骄兜不住皮相了 这倒真不至于 人家才23岁 更大概率是发福了 尤其是在新片里 跟男主双双沿袭 发面技术 可能是去年工作奴隶 火石水平 又上了一个台阶的缘故吧 但还是很期待 他在大萤幕里的表现 毕竟 《乔本还奈》算是为数不多 还原度高的 漫改演员了 网友也亲切地称之为 为漫改而生的脸 能夹于得了漫画里 各种发色夸张的发型 但有着这样 百变小脸的《乔本还奈》 也有一个发型bug 那就是露额头 一露额头 整个人的感觉都变陌生了 他本人也曾在采访里说过 对额头不自信 但翻了翻照片发现 有的露额头照片 还是挺好看的嘛 虽说攻击乔本还奈的人 并不会因此而停止捧击他 但这完全不会影响到 他的商业价值 在2021年11月 一家日本媒体高调的报道 表示乔本还奈 已经砸下了3亿日元的巨管 在寸土寸金的东京 购入了一套高级公寓 此时的乔本还奈 不过才22岁 详细 仅仅实力 已经能够实现 买房自由的他 将来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